与天地相似日月长存是人类的幻想 尽管现代科学已经打开了通往长寿的大门 但自然法则提醒我们 生命的歧视长短幽冽都与环境有关 阳光空气和水 永远是大自然赐予所有生物的存在条件 尊重自然应该是人类与天地之间的约定 今年101岁的长寿老人余舒焕 最大的爱好就是打门球 虽说门球不是对抗性的运动 但也很消耗体力 可余舒焕却经常连续打球一个多小时 余舒焕住在中国海南岛的城脉县 这里是中国的长寿之乡 也是知名的旅游胜利 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 使这里日照充足 雨量充沛 一说换说 岛上的空气很好 是养老的好地方 每天外出锻炼 因为氧气充足 所以打起球来一点也不累 老人认为自己的长寿跟环境有很大关系 海洋上空的空气 一般来说比起陆地上空的空气要干净 特别是有人类活动影响的前提下 那么海洋和陆地之间 因为白天和晚上的温差效应 会产生一种叫做海陆风循环的 这么一个局地大气循环系统 这个系统它会不断地把陆地和海洋大气进行来回的交换 这样的使得生活在近海的人能够不断地获得好的新鲜的空气 人们发现在靠近大海的地方 长寿似乎更有优势 世界上的宾岛 意大利萨丁岛 中国的海南岛 崇明岛 以及受海洋气候影响的中国的香港 广西的东京市 山东省的汝山市 厄巴托尔的比尔卡班巴 日本的沿海等地都属于滨海气候 同时 这些地方也属于长寿地区 那么 在影响人类寿命的因素中 环境究竟起多大的作用 什么样的自然条件 对人的生存有利呢 从地理条件来肯定是都不太一样的 但是它的地理条件 就是说它的气候啊 不是那么极端的气温啊 或者是极冷极热的这种条件 能有利于人们的生存和生活 据了解 中国目前有三十多个长寿之乡 那里的长寿老人数量 均已超过中国老年学学会规定的 每十万人中拥有七点五个百岁老人的标准 尽管这些长寿乡 形成长寿的原因和条件各有不同 但从总体环境上看 它们中很多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 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说 十分优越 古代的思想家哲学家庄子曾说 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 他把天地人连在一起 并用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提示后人 人类的生存与自然环境分不开 人的活动要适合本性 顺乎天然 这个人呢就是自然界的一分子 人跟自然是要共存的 人要顺应自然 这个人的德跟天的德是合一的 中国广西的凤山县是一个自然环境优美的地方 这里风暖叠障 山色雄奇 森林覆盖率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据当地宠计 只有二十一点五万多人口的凤山县 却生活着五十多位百岁老人 一百零一岁的陆美音就是其中之一 他身体健康 听力和视力都没有出现衰老的症状 他听力也挺好的 可以 视力也挺好 都可以穿针影线 他还可以穿针 他还可以砸了不邪 绣了花 他自己还会绣 对 他的媳妇 孙女儿 他都砸了不邪 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公布 在一个人的健康比例中 除了遗传因素 社会环境 医疗条件 个人因素外 自然环境占有百分之七 专家们认为 虽然自然环境因素占的比例不大 但自然环境却是决定生物存在的先决条件 从自然环境的角度来去理解 尝授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认为他应该居住于一个私宜的生态环境里面 比如说要有良好的这种生态的结构 有这个能够提供这个清洁的空气和清洁的水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陆美英的丈夫去世的早 六个儿子都是他一手拉扯大的 现在生活好了 在城里工作的孩子们想接他去住 但他却离不开这片土地 陆美英说 自己的长寿跟周围的环境分不开 他已经习惯了乡下的生活 喝惯了这里的水 吃惯了自己种的蔬菜 甚至感到家乡的空气都与外面的不同 国际自然医学会的研究成果也证实 人的长寿与当地的气候 地形 手门 生物 土壤和自然因素有关 为了进一步了解自然环境 对人类寿命的影响 我们驱车来到了中国长寿之乡 广西的昭平县 在昭平县黄瑶镇拱桥村 我们探访了百岁老人张玉珍 106岁的张玉珍 清晨一定要到户外 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顺便吃早餐 这是他多年的生活习惯 在昭平43.74万人中 像张玉珍这样的百岁老人 有67位 张玉珍的儿子告诉我们 母亲爱劳动 过去常在田间地头干活 现在年纪大了 但仍然喜欢在院子里栽花种草 就连做针线活也要在室外 他说外面的空气好 阳光充足 昭平县地处归江中游 亚热带季风气候 使这里温暖湿润 雨量充沛 境内森林覆盖率为84% 生态环境十分优良 张玉珍生活的黄瑶镇 是一座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古镇 这里河水清澈 古树参天 人类长期的生活 似乎并没有更多的影响到古镇上的生态 千百年来 这里处处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 对水的运用与感觉 就是其中之一 在黄瑶古镇的一处水源旁 我们看到 一个个由青石板隔开的水池 井然有序地排列着 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将饮用水和生活用水分得十分清楚 那么环境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一个化学性的污染 以及我们生活性的污染等等 那么我们人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 那么要接触这些东西以后呢 就会引起对健康的影响 古人的智慧和现代人的悉心保护 使人与自然达成了默契 经检测 昭平县境内的水质优良 空气质量也达到国家一级标准 我们可以从我们国家的发现的一些长寿乡 长寿村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基本上处于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些生态的功能区 那么在这样的一些地方 有非常好的植被 包括森林 包括临下的植被 草地 这个清洁的空气和水等等 那么为当地的居民 那么提供非常好的一种生存的环境 庄子说 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唯一 他主张天地人三才 既要各行其道 又要互相对应 相互依存 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人思想中的基本信念 崇拜自然 守护自然 正是人们在这种信念下的 一种坚守 这条做了标记的路 通往一片神秘的树林 对于中国云南省墨江县回能村的哈尼族人来说 隆林是村庄的守护神 每年的春季 哈尼人都会去祭拜隆林 当我们设置组想随着祭拜的人群进入龙林时 没想到却被挡在了外面 村民们说 龙林里万物皆有灵性 之所以不让人随意进入 除了对龙神的敬畏怀 更多的是为了保护 龙在哈尼语中代表森林和绿色 凡是有村寨的地方 都会有龙林 魁农村的这片龙林 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自古以来 哈尼人都会根据龙林的季节变化 来进行春耕 夏仲 秋收 冬藏等农事活动 他们严格遵守着祖上传下来的规矩 不在龙林里打猎 放牧 砍伐 而这个最有价值的 我认为在于它很好的一个生态系统的结构 这个结构最简单的分子就是在上层 是森林为主 再往下就是我们的村庄 再往下就是梯田 再往下就是一个水系 通过水系把它来联系在一起 最后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水系的循环 生态系统的一个良性的这种循环的一种保证 那么森林就为下面的居民和农业提供了非常好的这个水源 含养的功能 同时也为当地的居民提供了气候调节 在与自然环境的相处中 帕尼人以祭拜龙林的方式 让自己生存的环境 林木葱龙 溪水清澈 物产风貌 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 我们拜访了寨子里最年长的老人张大诺 98岁的张大诺认为 没有龙林就没有自己的长寿和寨子的兴旺 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老子 在他的《道德经》中说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哈尼人的这种做法 正是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的智慧体现 森林被人们誉为是大地的废 因为它们可以产生大量的氧气 改善空气质量 人类的生命离不开空气 优质的空气可以使人健康长寿 那么什么样的空气算是优质的呢 中国长寿之乡广西东兴市 生活着很多长寿老人 91岁的吴文青和83岁的妻子刘阳春 住在东兴的江平镇 平日里夫妇俩除了读书看报 张罗家务之外 还爱在阳台上种一些植物 吴文青说 东兴的气候十分特别 每年有一百多天的暴雨期 下雨后会特别舒服 因为空气尤其清新 据专家说 清新的空气跟负氧离子有关 那么什么是负氧离子呢 负氧离子被人们誉为空气维生素 它是一种带负电荷的空气威力 就像食物中的维生素一样 负氧离子通过口鼻或皮肤进入人体 帮助人体恢复天然的平衡状态 通常认为空气中含负氧离子浓度的多少 是空气清新与否的标志 负氧离子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自然条件有像雷电 产生负氧离子的作用 雨水冲刷也有 而且一般这种雷雨大风 这个风也有使空气加剧流动和摩擦 产生负氧离子的这个好处 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清新空气标准是 负氧离子的浓度因为每立方厘米空气中 不低于一千至一千五百个 日常生活中 人们每时每刻都离不开负离子 一般来说 人们的居室 办公室 娱乐场所等环境 仅能提供约二至二十亿个负离子 而一个人每天大约需要一百三十亿个负离子 因此 负离子浓度的高低与人们的健康息息相关 因为气候的原因 无纹氢栽种的植物十分容易存活 雨量充沛 水气充足 是导致雨后负氧离子增多 空气清新的原因 这或许也是东兴人长寿的原因之一 那么 在我们生存的环境中 什么地方负氧离子最多呢 一般来说 原始森林 天然瀑布 黄金海岸 和绿色原野等自然地区 是产生负氧离子最多的地方 而对于人体的健康来说 负氧离子究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目前已知 它对人的血液循环 神经系统啊等等都很有帮助 另外呢 甚至有人认为呢 人体中的这些病毒细菌 经常是带负电的 但负电呢 负氧离子进去以后呢 会抵消它 就是使它这个 使它的这个负电呢 发挥不了作用 从而来达到 医治病毒病菌的这个作用 对人体产生好处 我们生存的地球 被人们称为是水的星球 这不仅是因为地球表面 被70%以上的水体覆盖 还在于水是生命的源泉 自然天成的水 养育了我们这个星球上 所有的生命 无论是植被还是动物 都离不开水 对于人类而言 水就是长寿的命脉 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永福县 地处珠江源头 是中国著名的长寿之乡 这里山峰翠绿 河流清澈 直北丰富 气候宜人 从永福县堂出发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路途 我们来到了百寿镇 眼前的景象 让我们十分诧异 在阵前一条布很宽阔的 清澈河水中 盛开着无数不知名的小花 这是什么花 为什么会开在水面上呢 一位路过的老人告诉我们 这条河叫十里花河 这个花叫什么 水戒菜 水 老人说水戒菜 是上天赐予永福人的福分 不仅好看 还可以用它当菜吃 今年81的 今年81啊 你现在自己还劳动啊 劳动是做得好刷吧 后来我们得知 这种花的学名叫海菜花 是珍稀宾威水生药用植物 它的生长对水质的要求非常高 稍有污染 盛开的海菜花就会迅速枯萎 可谓是天然的水质检测器 在当地人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106岁的长寿老人墨三妹家 据说老人长寿与家里的井水不无关系 那你耳朵还都挺好 真好 现在是多少 六点半 九点半 哦 老两天了 墨三妹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 墙上贴满了孙辈们送给她的话 老人说 儿女都在南宁 自己留下来是因为舍不下院子里经常开花的玉兰树 和那口很有年头的水井 这个的你们这儿的水好不好 水 好啊 据了解 广西是拥有中国长寿之乡最多的地方 而这些长寿之乡又多以环境优美 溪水清澈著称 难道广西多长寿老人 跟这里的水有关系吗 中国广西地处云贵高原的东南边缘 两广丘陵的西部 喀斯特地貌特征十分突出 它众多的发育内形 在世界上也少见 地下水流经这样的地区 会起什么样的变化 怎样才能检测出水源的优劣呢 在广西巴马的一处名为龙泉的水源旁 我们遇到了当地水厂的水质量检测源 一方面的话呢 是检测这个水的一个清澈度 清晰度 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检测这个水的一个温度 因为温度会影响到水质的一个PH值 第三方面我们会用PH值测试子 对水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检测 看这个水是否是酸性或者碱性 看来水的酸碱度是衡量水质优劣的标准之一 那么什么样的水是对人体有益的呢 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人类健康饮用水标准是 水中不含细菌重金属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矿物质含量比例恰当 并呈离子状态 水的分子团小 水呈弱减净 水中带负电位 水中含有适量的氧气 专家们研究发现 广西巴马形态各异的卡斯特溶洞 就像一个个天然的过滤器 将流经这里的地下水一一过滤 溶洞在滤掉水中杂质的同时 也改变了水的酸碱度 经当地水质检测部门的化验 莫三美家中的井水呈弱减净 富含矿物质和多种微量元素 每升水中微量元素C的含量 高达0.318微克 在这个长寿地区 它的地球环粹背景是不能忽视的 它不是单一元素的作用 而整个背景体现出一种长寿的因素 温泉是一种由地下自然涌出的泉水 通常水温高于环境年平均温度5度以上 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拥有丰富的温泉资源 冰岛是世界长寿地区之一 被称为冰火之国 因为这里不但有火山喷发 更有温泉如注 冰岛人经常在温泉水里游泳 据说他们心脏病的发病率很低 瑞士是个山地国家 境内有着非常丰富的地热资源 温泉里聊的历史也有三千多年 目前瑞士七百多万人口中的百岁老人 有八百多人 在中国古代著名的地理著作《山海经》中 温泉被称为汤谷 而中国长寿之乡江西夷春市 温汤的温泉自古有名 这位老人名叫夏竹兰 就住在温汤小镇上 夏竹兰说 母亲从小就用温泉水给她泡脚 如今她已经九十二岁了 但用温泉泡脚的习惯 却始终没有改变 据说 凡是在距离温汤镇 0.8平方公里范围内生活的人们 不仅身体健康 而且长寿 癌症等重大疾病的发病率也很低 这会不会跟温泉水有关呢 你好奶奶 今年多大年龄了 一百岁 一直生活在温汤的李春秀桌 小镇上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很多 他们都和自己一样 喜欢泡温泉 用温泉水煮饭 老人说 除了本地人外 这些年来温汤的外地人 也越来越多了 温泉水里到底有什么成分 能让人头发变黑 健康长寿呢 我觉得这个水里有一特别大的特点 就是它的丹桂酸 特别高 68.46 这是我见到的 含量最高的 这个硅这个元素是个胶原剂 就人体有一种蛋白特别重要 就是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是一个一个量 而这个链中间的这个连起来的就是硅 所以他们管这个硅叫生命的胶原剂 所以我觉得你有了胶原蛋白 你的身体才稳定 你有了胶原蛋白 你才能预防肿瘤细胞的扩散 专家说 温泉水含有各种不同的微量元素 具有独特的物理性质和复杂化学成分 具有促进机体免疫功能 调节植物神经系统的作用 看来对人体有益的优质地下水 和当地的抑制土壤不无关系 中国长寿之乡河南省夏意县 是一个平原地区 曾经是黄河故道和隋唐运河的主要干道 这里气候温和水土肥美 补育了不少长寿老人 百岁老人刘柏铭 带领我们来到他家的水井旁 老人热情地从井中压出了清凉的水 让大家尝 他说夏意的水好 不但好喝 就连种出来的粮食和蔬菜也非常不错 也许跟土壤环境有关 夏意县自古以来就多长寿老人 如今在夏意的113万人口中 百岁老人有120位 已经106岁的王章士虽然有些耳聋 但眼睛不错 现在依然可以穿针眼线 据家人介绍 就在两年前 王章士还坐骑车乘飞机到各地去旅游 说起那次旅游经历 老人依然记忆犹新 在北京 在西边的天呐 以前呀都也走过来 今天呀都 才是迷人上头 王章士的家人认为 老人长寿和家乡的水土分不开 发现就我们家这个军 军是拿过去化验 汗洗汗行 搞出正常机备 发现以后呢 又化验了一下夏意的小美 夏意残着玉米 包括蔬菜 汗洗汗行 都是搞出机备 这样的话 对老人的身体健康 特别对心脏 心血管都有意义 专家们发现 夏意的水和土壤 没有受到重金属污染 同时在其中 发现了个 锡 锡 以及碱金属成分 K和镁 等微量元素 在中国的另一个长寿之乡 江苏省如高市 专家们经过检测也发现 这里的土壤 这里的土壤中 点 心 锡的平均含量偏高 重金属含量偏低 而在如高市 145万人口中 百岁老人 多达250多位 歌不离口 活不离手 江苏省如高市 石庄镇 一百岁的 于兰芳老人 是如高出了名的 名歌手 会唱很多山歌 于兰芳每天都在歌声 和劳作中度过 虽然已年过百岁 老人依然闲不住 他说 自己离不开这片土地 每天如果不到外面 接接地气 身子骨就不舒服 于兰芳说 家乡的水土好 长出来的庄稼也好 也许老人的长寿 就得益于 这些土生土长的物产 有关专家确认 人身体中的血吸水平 和寿命成正比 专家们曾经抽取了 多名百岁老人的血液 进行检测 结果发现 百岁老人的血吸水平 要比正常人高出三倍 吸特别高 吸本身是一个 有非常强的看法能力的一个元素 那么我们人体现在 为什么都得病衰老 它就是自由基的影响 而它就能够抵抗自由基 当然我们没法去停止衰老 当然我们可以延缓衰老 所以它才能出现长寿 汉代的儒学家董灯书 在他的春秋繁路中说 天人之计 何而为一 千百年来 无论是面对大自然 还是营造自我的生存空间 人类都不完全是被动的 他们从未放弃过 顺应天地 保护环境的努力 中国浙江的梨水 位于浙江省西南部 在这个青山绿水的环境中 生活着五十四位 百岁以上的老人 在当地人引荐下 我们来到了 梨水景宁奢足自治县的 百岁老人毛大游家 四世同堂的毛大游家 来了不少人 把屋子挤得满满当当 按照当地的风俗 热情的毛大游老人 拿出了自家制作的 红米酒煮鸡蛋 请客人品尝 吃过红米酒煮鸡蛋 毛大游老人 带我们去看他的小花园 他说 那里就有他长寿的秘密 毛大游告诉我们 他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 就是在这小小的花园里 打一套自己创编的 养生长寿拳 在他看来 这是保养寿命的头等大事 练完拳后 毛大游开始整理自己的花园 在他眼里 养生和养花密不可分 鲜花绿草美化了环境 而享受这些花草 带来的好心情 好空气 就是自己快乐长寿的 一大秘诀 他认为 只有顺应自然 尊重万物 才能长寿 道法自然就是尊重天地万物 每个事物的自己的本性 而人能不能够在这个理由 有所作为呢 当然有所作为的 但这种作为 不是去违背他的自然的本性 去作为的 而是根据他的自然本性 我们让他向着 对我们有利的方面去发展 夏秋时节 是草原上水草最为丰美的时候 家住中国内蒙古华德县 93岁的长寿老人谢存秀 每天五点不到就起床了 吃过早饭 谢存秀会先去整理一下自己的菜地 然后到院子里和邻居们拉拉家常 他去的吧 他去的都要八个六年了 谢存秀的邻居 九十岁的周早老人 起床后则喜欢到操场上 去锻炼身体 随后屋里屋外的忙活家务 华德县 位于中国北方的 内蒙古乌兰茶布草原 这里有将近一半的面积 属于干旱半干旱区的荒漠草原 年降雨量最少的地方只有一百五十毫米 北方缺雨的直接后果就是土地沙花 老人们说和以前相比 现在大家更愿意在室外活动 因为这些年草多了 降雨多了 空气也清新多了 在我们生存的地球上 草原占据着森林与荒漠冰原之间的广阔地带 约占陆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 他们对地球的自然生态平衡 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在这个草原地区 它这个主导性的植被地形 就是草 各种固然的草 通过这种草的恢复 一个是通过它根系 来把这个杂花的土壤能够固持住 再一个草 它也实际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把这个水也能够很好的进化 另外通过这个植物的蒸发作用和蒸藤作用 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水气环境 这种好的一个水气环境 也可以为当地增加降雨 或者是改善它的局部的气候 是非常非常有益的 同时呢 各种草原植被的恢复 也对这个动物的这个生存发展 繁衍生息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为了改善生存环境 人们采用自然和人为干预的方法 让更多的草原恢复植被 与十年前相比 内蒙古华德县的草场面积 从204万亩提高到了234万亩 占到了全县总面积的61% 而华德县的人均寿命水平 也在不断提高 从十多年前的62岁 提高到了现在的71.5岁 当地人认为 这和草原面积的扩大 环境的改善 有着直接关系 天人合一是非常重要的 或者非常重要的生态学思想 我们认为天事实上就是一个大自然 人就是我们人自身 那么天人合一 其实当我们能够把我们人 以真正的放到自然界里面来去考虑 和它融为一体的时候 那么才可能使得这个世界更安宁 更祥和 使得我们人的生产更加的顺畅 我们生活会更加的幸福 所以我想 它能够给我们所得到的一个启示 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 应该是和谐的 统一的这样的关系 作为自然界中的一分子 在与大自然相生相伴的立场中 人类无时无刻不再接受 阳光 空气 水等 大自然的无私馈赠 自然的给予 是人类生存的依赖 而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 也促使人类对大自然的探索 始终没有停止 从古至今 天人合一 就是人与自然最本质的相处之道 人类只有遵循与天地相应 与四十相符的规律 去顺应天地 尊重自然 才能让生命走得更远 变得更长 大自然之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